大家好,我是小青 我旁边是风车茉莉 风车茉莉的自然花期是在5到6月份的时候 花后会进入快速的生长期 那我旁边的这颗风车茉莉 就已经快速的疯长成了这个样子 这条眨雅无爪的 顺便还开了几朵零星的小花 闻上去非常的香 那风车茉莉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修剪一下了 怎么样修剪呢 其实风车茉莉的修剪非常简单 因为它长势很快 对于已经成型的 比如说棒棒糖花狗门或者花墙已经成型的 直接给它重剪剃头就行了 那因为我这颗风车茉莉 棒棒糖球体还不是非常饱满 所以我决定把这些枝条在球体上缠绕一下 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再给它剃头剪吧 因为风车茉莉的枝叶有毒 所以在给它做造型的时候 一定要戴好手套 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修剪完成又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棒棒糖造型了 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风车茉莉的展示实在是太快了 如果大家做棒棒糖造型的话 不能选择球体太小或者太矮的支架 那我的这个球体呢是直径40厘米 支架是高度1米6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现在它的造型已经完成了 我要去找我的Tony老师给我做造型了 拜拜